好,题目的图中有一条直线M平行于长方形ABCD的长边 也就是说这条直线M是平行于DC也平行于AB 那三角形ECD与三角形ABF的面积和是10 求这个长方形ABCD的面积 三角形面积ECD其实就是等于三角形的面积就是1分之1底乘以高 那三角形ECD它的底很显然就是DC了 那就是1分之1DC乘以高 高因为直线M跟长边DC是平行的 而且这里是90度 那么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设这个高是L1在这里 那么底乘以L1再除以2那就是三角形ECD的面积 那这里再乘以L1那这个就是三角形ECD的面积 好那么三角形ABF的面积呢 也是1分之1乘以底和高 那这个时候AB就是底了 那高呢因为直线M跟长边AB是平行的 这里是直角 那我们是这里到这里是L2 那么呢AB乘以L2再除以2 就是三角形ABF的面积 那现在说 这两个三角形ECD的面积加起来是10 三角形ECD的面积加上三角形ABF的面积是10 也就是说把它带进去 DC乘以L1再加上2分之1AB乘以L2 这个是10 两边乘以2 那就得到的是DC乘以L1加上AB乘以L2等于20 DC呢 其实跟AB呢 是一样的长 那么所以呢 所以呢这里可以说AB乘以L1呢 再加上AB乘以L2呢 也是20 好 因为有相同的AB把它提取出来 那就变成了AB乘以L1加上L2等于20 好 因为L1加L2其实就是BC 那么BC乘以 那么AB乘以BC呢 也就是20 那么现在看到了AB就是长边 BC就是短边 那么其实呢 这个时候也就是长方形 ABC的面积 ABC的面积 也就是AB乘以BC 也就是20 那么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就是2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